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步攀升的开始 其中机车事故占整体事故的77.6%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推出交通安全乐的活动 呼吁机车考照保护自己 也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台北市长角安大声宣示 象征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9月是开学季 许多大学陆续开学 不过根据台北市历年交通事故统计 9月起到年底 也是交通事故号发期 其中机车事故更占了 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乐活动 推出机车新学期 安架斗阵型补助计划 向鼓励年轻人考取机车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针对领取机车驾照前三年 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推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当你满18岁很兴奋 要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 之前都能够上我们的驾训课程 所谓的驾训班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补助 我们配合中央 我们总共补助3700元 鼓励年轻朋友考驾前 先上驾训课程 我们发现经过统计之后 上了驾训课程 之后考取驾照 上路以后 能够大幅降低 肇事的风险 可以降低56%的违规风险 降低35%的肇事风险 交通局长谢明洪进一步表示 驾训班课程补助分为场训 及考照后的道路实际体验 北市府与中央共补助3700元 呼吁市民多加利用 一个场内的训练 一个叫做道路的训练 一般他们的收费大概都4000多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学生 就是去场内 给教练去教导 比较完整的那个 骑程技巧 而不是在路边 给朋友 给爸爸妈妈这样去学 我想这个 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鼓励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自己台北市政府 有补助1300元 每一个学员 那至于考完以后 他拿到驾照 我们也期望 学生在教练的 整个带领之下 实际到道路 去体验一下 道路可能的风险 驾训专家强调 目前国人考取机车驾照 主要还是以自学为主 因此透过驾训课程 让学员有系统的学习安全驾驶 才能将事故发生率降低 透过一个课纲式的一个教学 比较能够将一些操作的细节 就是有系统化的教学下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摩托制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肌肉协调的一个交通工具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过驾训的过程 可以将这个事故的发生率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说在紧急刹车的训练 那在时速大概60公里的情况下 能够把车很稳定的把它停下来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讲完透露 在长子大宝建议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红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后觉得非常写实 也更期盼年轻朋友考取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保护自己 也同时确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当自己认为技术纯熟 技术很好 更要特别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也要确保其他用路人行车的安全 响应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号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也推出问卷抽大奖活动 更将在三处人潮聚集地点 办理快散活动 宣导人本交通停浪文化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车辆驾驶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礼浪尊重 才能建构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案内影视基地 是台南百年历史的 案内堂场改建而成 因为台剧斯卡罗在此拍摄 而让基地特色广为人知 闲置将近25年的场地 如今斥资4.53亿元 打造成国家级的影视基地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北上宣传 鼓励更多创作团体 前往取景 原是百年唐唱的台南岸内影视基地 2018年因为台剧斯卡罗 促成中央地方赤资4.53亿元 打造国家级影视基地而明造一时 基地拥有清代街道轮廓 一直到日志明初 为影视作品增添不少能量 一亿五千万 然后要拍斯卡罗 然后还要搭一个 因为我想两个重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剧主要搭这样一个实景 第一个它耗费会很大 我如果只是搭景 搭一搭拍完拆掉了 我的预算很低 然后照我所需 然后预算当然是很少 可是你要实景 它要耗费很大的钱 我想预算政府必须要帮剧主 第二个 这个剧主的整个设计团队 会卡在这里会卡很久 它耗费的时间可能 可能我原来搭景可能两个月搭完 可是我盖个场景可能要八个月 盖个实景可能要八个月 也就是剧主的整个耗费的费用 其实是很可观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事情 政府跟台湾市政府 如果不能帮剧主来解决 其实很难让剧主进到这个场景来搭 所以我想这两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要讲的是 其实那一晚一面之后 我非常的痛苦 因为在搭的过程 我们原来才发现挖下去 下面全部是以前埋下去的那些旧的废弃物 那你光要搭一个地基都好难 那你挖下去你才知道那怎么办 又改地方 然后又要开始重新规划 那是很可怕的 然后我拍到快已经要开拍了 那结果我的剧主 整个美术组全部卡在那里 我在屏洞的场景都没办法过来帮我盖 那变得就是说你就会耗费很大的能力 完成它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真的是一个蛮关键的 那不过说真的那一晚一面之后 非常的非常痛苦 可是当时卡罗开完之后我看到那个 我们可以呈现那个安宁感 我可以把150年前的不呈现出来 我真的蛮开心的 那我也希望未来他们继续进来盖这个场景 我想真的可以让台南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古都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地北上宣传基地 目前已有九部电视剧一部电影 及三个电视节目拍摄都在此基地取景 黄伟哲宣传中也提到 期盼皆此强化台南影视产业发展 现在在南台湾也是在我们沿水岸内糖厂 事实上有个非常非常适合好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讲到不动场都讲location 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 以高速公众信息交流到只有五分钟 第二个它的一个地点 它原来是个百年糖厂 那经过闲置 这个台糖停止制堂之后 闲置了25年 那之后我们在2018年 把它这个场景 配合那个时候的文化部 还有公事一起把它重建起来 新的搭新的景 那目前它的景有这个清代汉人的景 还有日本荣厅就日志时代的那个景 其实都非常适合 此外呢它有非常好的宿地 可以来适合搭户外景 而且它有目前已经整修完了三座仓库 三座仓库它的如果要搭室内景 也都是非常适合拍摄 所以还有一个它常常在这边搭景 不管是叫好或叫做 那个骗子 不管是斯卡罗或者其他的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因此呢它有时机 而且它有未来 那更何况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是全力来支持 案内影视基地的这个建制 虽然现在很多影视都流行 什么树位景啊 但是坦白讲 那比较不实在 那事实上在案内堂上的实景 不管是各种不同的年代 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也期待 好朋友可以来案内航厂的 影视基地看一看 更何况它每年都有很多Events 包括这个盐水风炮有在旁边 包括越境港登记也在旁边 那附近也有很多像兰花展 像什么其实都是美不新收 那再来盐水小镇 来到这个周边 其实在人文汇萃在文化 别人卖的是这个好山好水 我们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我们卖的是文化 所以在明年台南 迎接台南400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台南 特别欢迎大家来案内 来不管是搭景 或是看这个整体的这个搭配 包括我们的实景的搭配 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是希望能够让我们不同的 这一个专业的剧组在这块基地上面 找到各自能够得到的资源 能够得到的协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将来 它能够朝向一个专业化的经营 那它不管是透过一个分区处赛 或者形成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让这个影视基地它赋予一个将来 可经营可永去经营的一个活力 那再者当然正在台南市政府 像刚刚黄市长所谈的盐水 岸内跟其周边 那希望能够为整个台南的西北 那推动地方的发展 那事实上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搭 这个搭场景的剧组 就刚刚都用我们在地的材料 也用我们在地的这个 很多的这些劳动力的协助 岸内影视基地共33公顷 有两个台湾历史时代场景 搭进空地 未来也预计在争取预算 给予台湾影视制作更多元的场景选择 完备剧组后勤空间 创造友善的影视拍摄环境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警察局 南港分局旧庄派出所的远景 在巡逻时发现有一辆乡行车 行机可疑 上前盘查 发现里面竟然有五名 逾其停留的太极移工 经过调查发现 他们最早在民国111年9月 就以观光的名义来台 五人经过询问后 已交由移民署台北市专情对收容 巡逻员警栏下这台乡行车 仔细一看里面载的都是太极人士 而且深情有意 立即呼叫警力支援 经过询问发现 这五人从民国111年9月开始 以观光名义分批来台 却逾其停留 四处非法打工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 旧宗派出所远景日前 执行勤务时 建议台乡行车 行机可疑 经栏查后发现 车内五名乘客 均为预期停留的太极移工 滞留国内非法打工 全案讯后 已由移民署台北市专情对收容 经查五名太极男子 以观光名义免签至台湾 自111年9月份开始分批来台 经由在台湾的同乡 介绍四处打工赚钱 定负责驾车的 本国籍简姓男子表示 受五名太极劳工所托 再送五人至桃园中立 警方在询问后 已经将五名移工送 自移民署台北市专情对收容 负责开车的简姓司机 也依违反就业服务法 以请劳动部裁罚 警方呼吁民众 切勿雇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移工 为者依教育服务罚处 四万以上 七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五年内再犯者 更涉及刑事责任 最终将面临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者病科 一百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电金融区营业处 西手金融邮局 国台人寿展业 金融通讯处 跟东阳制药公司 共同办理捐血活动 现场还提供捐血人 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 鼓励大家踊跃响应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主办这场捐血活动的 台电金融区营业处 特别携手金融邮局 国台人寿展业金融通讯处 以及东阳制药公司 热情地邀请大家踊跃捐血 台电金融区营业处处长 和基隆邮局局长 以及国泰人寿经理 也亲自晚袖捐血 号召员工同仁一起来响应 因为之前就有捐血的习惯 刚好台电金融有办这个 捐血的活动 就来想说帮助大家 然后回馈社会 一开始是大学的时候 就有刚好看到有车子 然后就想说捐捐看 大学的时候捐第一次 然后之后 那时候在高雄训练中心 又捐了一次 这次是第三次这样 这一次的捐血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以往都是我们两个兄弟公司 这个中华邮政跟台电 一起来举办 那这一次有特别有民间的企业来加入 包括国泰人寿 展基隆还有台湾东洋制药来参加 所以因为有比较多的单位 所以我们在鼓励捐血的这个上面的 应该就是比较丰厚 所以我们就邀请这个邻里相亲 都能够来咏夜捐血 那么在控档的时候 我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节能摊位来看看 加入我们的APP来申请电子账单 来学习怎么样节约用电 落实邮政服务社会 回馈社会的经营底练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主动的参与 跟参加办理跟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今天特别与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基隆营运处合办 共襄盛举办理捐热血有爱心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同晚袖捐血做公益 一起让爱走出去 我们非常多的客户他生病了以后 可能求救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的 去做一些医疗的转介服务 所以都有我们国泰人寿这边 会有专门的人员有专业知识做协助 那我们基于这个理由 所以跟很多医院合作 我们最近也会做癌症筛检服务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这边的人非常需要捐血来做一些 对医院的一些病患做一些救治的工作 所以我们长期都有在做捐血活动 那也非常多的保护都愿意响应 在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现场准备优质毫米等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 送给每位捐血人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也在现场宣传 下载台电APP 了解用电状况来聪明捷电 各单位携手一起做公益 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之外 也发挥了良善的企业社会责任 我坚强 我骄傲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下季期温 屡创新高 在阳光高温曝晒下 滚烫烫的公园邮寄 常让孩子们看得到 却玩不到的城市装置艺术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林 以及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特别邀请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召开记者会 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要正视高温 屡创新高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快乐的童年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快乐童年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林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与特公盟组长林向如 呼吁主管机关 正视公园邮具热伤害问题 何志伟也提出优先采用 自然材质铺面 金属材质邮具增加遮印 考量纳入水务细水设施 降低邮具温度 以及增加都市氯化等 四点具体改善方案 我们的诉求很期待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应该在卫福部 儿童的游戏设施的 自主检查表当中 应该针对热伤害 有一个遮阳的检验项目 第二个 在沙坑家长陪判区 特别是金属材质的邮具 应该要加入遮印 而且应该要纳入 未来的验收标准 甚至未来的检验项目之中 那第三个 在日本其他的先进国家 正常国家里面 太热的游戏趣材 这些不管是公家的 还是私人的 他们都会喷水雾 那或者是汽水设施上面 他们都会有遮阴在上面 让小孩子 让家长 让阿公阿嬷 让爸爸妈妈 不要出去玩一圈回来之后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就医 那其实不管是游乐器材 不管材质 不管塑胶 磨石 紫金属 木头 或是没有遮印的沙坑 其实你这样30度高温的烈日曝晒 表面都会非常滚烫 这已经到50度了 刚才有讲了 这个50度60度 都已经会造成小朋友烫伤 这小朋友有办法玩吗 那其实在特工盟呢 我们2016年呢 我们其实也去做地点的实测 我们在五月 五月 不是现在七八月 是五月早上九点 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实测 这是我们实测结果可以看到 橡胶地点 已经高达 50.9度 是早上九点了 沙坑呢 是38度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材质就差了12度 所以其实用沙子 历石或树皮 木屑这些自然的松散铺面 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游戏场整体的温度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表示 台北市有邮具的公园 有442座 其中有35座邮具彩金属制 虽然公园处经检讨后已改善 但比例上仍然很低 而新北市议员戴伟三则指出 在金属邮具旁 立立牌要求孩子穿厚衣裤 玩溜滑梯 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们会在一些 这个金属的邮具旁边 我们会立一个新的立牌 那这个立牌里面就写说 这个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请大家一定要穿上厚的裤子 跟长袖来玩耍 一个39度的高温的环境 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裤 穿上长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这不是太苦了孩子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个立牌去解决 我们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那也就是从这个公园整体环境的改善下手 那无论是遮阴 无论是更多的这个清水的设施 我们希望让孩子可以一下课 可以一放暑假 都可以自由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游玩 在过去包括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名义代表反应 不断的反应之下 知识公园处他们有做一些改善 也就是这35座是金属制的这个游具游戏场 已经有做了一些遮印 但是呢相较于其他全台北市442座来说 是远远不够 因为会产生这个高温热伤害的不但 不只是只有金属油具而已 刚刚上午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们包括这个黄色的塑胶滑体 就有44度 这代表说不见得是金属的油具 才会伤害人 其实塑胶的也会 那所以说在这个全台北市 有442座的油具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有遮印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特工盟组长林向如指出 根据温卷调查显示 禁酒城家长反应游戏设施 白天表面过烫无法游戏 还有半数孩子希望增加细水和遮印设施 我们希望主管机关要研议 儿童游戏场具体的降温散热的计划 那我们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要求 在儿童游戏场设计的时候 就要考量把遮印就纳入设计里面 那刚才有提到 卫福部这个儿童游戏场设施 安全管理规范里面的这个 有个副表 儿童游戏场设施自主检合表里面 可不可以新增一下 去设置遮阳的这个检查的项目 那你有去检查如果呢 这个游戏场的区域没有大树 没有树可以遮印的话 我们就要规划人造设施 我们不能等树长大 小朋友童年不能等 尤其在儿童禁止不动的这几个区域 例如说座位区啊 就是休息区 沙坑区 还有刚才提到的金属表面 都应该要特别增加遮印 避免长期曝晒的这个过烫的问题 那第二个 在儿童游戏场 我们应该优先采用自然材质的铺面 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 自然材质 一样的曝晒条件 一样没有遮印 它们可以相差12度 所以当我们已经换用自然铺面的时候 整个环境的吸热 就不会这么的多 那第三个建议 游戏场 我们应该要可以去设置水物 跟细水的游戏场 来降低整个温度 像这个水物装置呢 刚刚有提到嘛 可以降低温度 那细水游戏场 更是小朋友 这样 我们看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样的游戏设施 但是呢 我们全台 将近7000座的公园游戏场 只有不到40座 有类似这样的设施 这个占比非常的低 只有千分之五 那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卫福部可以具体的要求 全台各个地方政府 在游戏场发包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三个 我们刚刚很具体提出来的 这三个建议 这个降温的建议 可以协入发包的需求 现场台北市公园处 也提供经验 表示针对遮印法规 把遮印跟结构共构 或设计成可拆式的 并不会触及建筑法规规范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南港区 拥有许多好玩的儿童游戏场哦 其中东洋公园 八米高的魔王塔 挑战十足 小朋友想要溜六米高的溜滑梯前 还得过好几道难以不同的关卡 一块来瞧瞧 从六米高蜿蜒的溜滑梯溜下来 过程相当刺激 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 东洋公园的八米高魔王塔 被称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朋友要到最上层玩溜滑梯前 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 心计穿越墙 下绿地的网 飞碟爬爬神区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 我们将整个游戏场 它可以会训练到小孩子的一些肢体发展的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个我们的东洋的魔王塔里面 那这边是一个八公尺的魔王塔 那它的那个滑道有六公尺高 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这个溜滑梯的话 它中间有五道关卡 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它的那个肢体平衡啊 或是它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 对那它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从那个六公尺高的那个溜滑梯上面溜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 游戏场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那个游戏的元素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有一个高度的 就是有众生的一个那个魔王塔 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尽情的畅游 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也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 只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 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吗 特别 这比较特别 对 然后有点挑战性 对对对 他说他们要看这个玩这个 我说好啊可以啊 就这样 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是六米高的溜滑梯 不过过程中的爬绳攀墙关卡也很获欢迎 那个超大的溜滑梯 为什么 因为它会腿一直转一直转得下来 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 爬来拿去 有点 会喜欢哪个家门 中间因为中间都有很有挑战性 那溜滑梯呢 也很好玩 不只好玩 在挑战过程中 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 寓教娱乐收获满满 其实在这个游戏场里面 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 那有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就会 像我小孩子如果某一关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 爬到那边没力的那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就会拉他一把 对那其实在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啦 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 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 而在中庆园区旁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三重世贸公园 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 尤其这座摆档绳索 是现场人气最高的邮聚 因为三重世贸公园在接近那个中信园区那边 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边游玩 那那个摆档绳索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就站在上面 就尽情地做一个摆档 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 除了东洋公园与三重世贸公园 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供购为发响 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 以及采用东北角碟山地形为基盘设计 儿童游戏场的新兴公园也各具特色 好玩又好拍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一前往体验 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园民会与考选部在国家考场的国考艺文走壤 举办《眼界之旅》 原住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能够透过展览 欣赏原住民族的文化之美 这张名为寻根的照片是王秦毅的作品 里面是穿上这身服饰找寻最初的荣耀 听着他细细分享作品意向与创作理念 会发现照片不仅仅是记录当下 更是蕴含着许多思想 园民会与考选部在国家考场的国考艺文走廊 举办《眼界之旅》 原住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能够透过展览欣赏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从我有意识重视这个族群的时候 我自己决定不管是在作品或者是在任何的 因为我爱艺术 所以任何的东西 形式上我都想要有原民的成分在那个里面 然后就是一路 因为高中大学都是跟艺术有关系 然后好不容易最后 我想说在我的壁展 大四壁展的时候 我就想说冲一波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原住民有十六族吗 那我就想好大四就是要疯狂一下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在我的壁展作品 呈现十六族给大家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 一方面知道说这个族服 每一族的族服的特色 然后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到底有几族 那其中里面就 我是担任里面的泰鲁格族的部分 那从这整套作品的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感动 一个感动是当我穿上自己祖服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 然后在街头被人家看 用一样的眼光看着 因为你很莫名其妙 穿着一根这么美丽的正装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然后我又在捷运里面 然后又在路上 然后又要过马路 然后就是那个心情很特别 然后但是走到最后 我觉得我就是要展现给大家看 我的服装 我的正装就是这么的美丽 然后就呼应到这次比赛的一个主题 虽然我是泰鲁格族的族群 虽然外表不像 然后讲话也不太像 然后但是我愿意尽我的本分 慢慢找回遗忘很久的根 这是不容易的我知道 但是时间就是这么长 我还是有时间可以去弥补我心中的那个遗憾 那根是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原点 拥有这个就是圆敏协同是我的荣耀 对尽管没有身份我觉得也无妨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国庆在招募人才会做广告 但是我们做公务人才的招募 从来没有做过广告 所以我们就需要 透过这样的开箱方式 让各部会 让包括地方政府 为我们国家社会所做的事情 让大家更知道 那今天配合我们原住民的特考 原住民委员会 感谢我们迪江巴鲁尔的主委 来这个大力赞出这一场活动 那先提供我们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让大家来进一步的认识 那当然相信以后 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让大家更知道 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 还有原住民族在部落的工作 公务体系在部落工作 能让大家更知道更了解 那我相信也会有更多人 希望到原乡去工作 来服务我们原住民 服务我们台湾的社会 很多我们的原民同学都知道 以为以前考试院考试院 都只是考试的地方 结果现在连我们的文化 都透过这个地方来做介绍 很贴心的让我们考生 心情不好 考不好的时候 还可以来看一下 或者休息一下 搞不好这边也有考古题 可以看得到啊 一定有一定有 所以光这一点 我们原民会同仁 用掌声谢谢考试部 安排这么好的地方 最后 真的 原民会或者是地方政府 今天有这么多的行政人才 这个是 40年来 30年来 20年来 每年 考试院跟考试部 为我们举採 考出非常优质的原住民的行政人才 让我们 行政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展览共有44件作品 分为四大主题 岁石祭仪呈现原住民风年祭 火神祭及飞鱼祭等文化内涵 传承族群文化与认同价值 上海警官以原住民部落为主 感受大自然节奏 部落风情 透过原住民生活的围观细节 感受文化的丰富与活力 人物服饰则呈现原住民的面容 及服饰特色 我想我们政府成立了原民会 也是要凸显彰显这样的精神 对我们原住民文化的重视 原住民族的重视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这一个原住民文会在我们考全部大楼 主办这样的活动 那今年的原住民特考 我看了资料 今年有1551个原住民考生来报考 数目比过去两年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们为了要确认 确保这些来报考的原住民 它真正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过去两年加了这个语言的门槛 所以使这个报考人数一下子掉下来 但是现在慢慢的又回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透过语言的确保 认证来维持保护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跟语言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由我们的原乡 这是由我们的原住民的乡亲来担任 原住民治理自己的原乡 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共同讨论 或者是研理我们现在原住民考试的一些相关议题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不足的录取的 或者是说当时我们非常担心的 原住民考生的那个报考趋势越来越低 刚刚新新委员特别提到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议题必须是找教育部 我们考选部 还有保修会 当然还有用人机关我们原民会 一起来共同研商 我们现在所命令的一些议题 那去年一整年下来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教育部那边 我们就透过也拜托教育部 再透过这个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 它有一个跨区的一个联盟 那协助我们跟所有的原住民大中院校的学生 鼓励他们来参加原住民考试 国家考场为了增强与大中连接 提高考场附加价值 三楼设为国考艺文走廊 借着国考意象与人文艺术结合 让各界快速认识国家考试严格与发展 同时作为英考人减压疫情的空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北安路821箱 四弄后巷大改造 与附近的地景建南碟园生态步道融合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配合污水用户接管 回馈给用户美化建设 希望提升民众接管意愿 台北市污水下学道建设将后巷美化了 污水接管普及率是现代城市进步的指标 所以台北市卫工处借着后巷美化 希望可以提高民众接管意愿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透过后巷美化来宣导 还是一样推动我们台北市的 卫工的污水下水道的推动 我们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已经到81.5% 那目前我们是朝向2032年 能够接管率达到90% 希望说每一年能够以1万户的接管率来推动 那当然因为接管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从家里房子的这个后巷 那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们希望说不只是让他周遭的环境 不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维建扩建 另外就是清洁的工作 我们希望做环境的整洁能够透过在后巷的整体的整理以后 让他达到市民可以在后巷里面 家庭的活动甚至烤肉 或者是说他家里的一些休闲都可以来使用 那我要谢谢 当然包括我们陈小康里长 以及陈炳府议员 积极的争取 帮忙大家让整个环境 不只是更加的漂亮增添了城市美学 也让大家在行走后巷 有一个更友善的空间 那我们这一次也结合建南谍原 这样的意象来做一个发想 那当然我想也要谢谢我们施工团队 还有每一位参与讨论 参与在整个施工过程的伙伴 当然在中央也谢谢王洪威委员 他也非常关心我们北安里各项的建设发展 所以也谢谢我们议员 刘才会议员 大家在议会的支持 那最重要 要谢谢我们的老市长 黄大舟市长 一直以来 他每一次碰到我 都再三的耳提面密 说台北市一定要做好绿美化 所以我都把大洲市长 对我的提点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 持续推动绿美化 城市的美学 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打造的不止更漂亮 更宜居 更友善 我们就从北安里这边开始 好吧 好 其实 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是地底下的良心工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地底下 他看不到 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从民国61年开始 就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管的普及率 台北市达到了81.54% 全国的平均 也只有41.65% 那光是我们北安里这里 的接管普及率 也都有高达80% 所以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不断往前推进 这条后巷原本扑面老旧破损 卫工处在106年完成污水用户接管 结合当地著名景点 建南碟园 彩绘后巷 近20种蝴蝶品种 半龄散步 当初我们这个建筑 是荣工处连我们盖的时候 它规划就非常完善 然后它后巷特别的大条 那第二个因素 是我们李明非常的自制力 非常的高 做了非常好的管理 所以说在我们的后巷 根本没有违章建筑 也没有居民乱堆杂物的 这样情况发生 所以说具有这两个先天的 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被卫工处给选上 先来做我们的卫生下水道的工程 然后在地面上的话 就结合了环保 结合了观光 结合了休闲 结合了文化的意涵 把我们的这个建南碟园的 这个蝴蝶跟引碟植物的 这个元素的话 引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在卫生下水道工程表面上的 这个部分的话 来协助我们做美化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一个政策的这个体现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这个市长 还有卫工处的处长 能够给我们这么多的 这个利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现在台北市的用户接管 普及率是81.54 所以接管户已经超过了 91.5万户 所以我们目前台北市 希望说透过用户接管 提高普及率 那我们透过这个后巷美化的 的计划 提高民众能够愿意接管的意愿 就是我们在吹动用户接管的同时 也会把住户后巷的铺面 一起做美化 那今天这个北岸路 这个后巷美化 又结合了当地的 住环境的特色 因为这个附近就有个建南碟园 所以我们跟当地的建南碟园 有的那些蝴蝶来做发想 所以我们在这后巷画了 20只蝴蝶 都是建南碟园里面有的蝴蝶 用户污水接管可以改善环境卫生 减少臭味及蚊虫滋生问题 卫工处表示 目前台北市接管率是全国第一 将持续推进接管普及率 向宽大于3公尺 且总长度大于35公尺以上 就可以申请特色美化 由卫工处免费施作工程 记者温郡 张启腾 台北报道 为了避免民众因为夸大不识广告 而花冤往前 甚至延误病情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112年上半年 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总共开罚326件 裁罚2743万元 明明是食品广告 却标榜可以抑制发炎反应 等医疗效能 还有宣称皮肤美容 风胸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上半年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共开罚326件 裁罚2743万元 其中食品238件 裁罚金额1759万元 金额最高 在这一次的一个公布来讲的话 我们又公布前三名累计 裁罚金额较高的一个列色 第一名是中华海洋升级股份有限公司 它在上半年是总计财法173万元 主要的话其实我们举例是 公司有一个叫做小分子鹤藻扛交的视频广告 它在广告内容已经涉及疗效了 累计第二名的是七宝创意有限公司 它在上半年累计金额是83万元 那其中我们举例一个拉雷青木花封印这个产品 那事实上它在产品广告里面有宣称到的词句 有讲到所谓的贫富美容跟丰凶的词句 这个已经涉及到整体的一个 誇张一身护解 所以我讲第三个 第28条的规定 那另外第三名的话是我们的权力专注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那上半年总累计金额是66万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针对这个公司 有一组法国专利进口的 蔓越莓益生菌跟维他命C的一个组合 那它在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广告展现上 宣称它有私密处的保养的词句 也是这几夸张一身误解的部分 陈怡婷科长指出 以违规广告媒体分类统计分析 网路263件占80.7%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 则以公司官网131件最多 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监入整个广告的一个 违规广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 那目前来讲的话 以台北市监入的结果 还是以网路广告是居多 它发生的违规的比例居高 那它占80% 它其实是电视的部分是8.9%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人灾宣传户 包括你们在市面上会看到立牌 看板、海报、传单等等 这样有6.4% 那如果就网路到底是哪一些网路途径 会进行违规呢 其实最高的还是各公司的观望 那它是以131件裁判金额119万是最高比例的 那另外大家关切的社群媒体的部分的话 依序违规的一个建树跟金额 第一个是脸书、Facebook 再来是Instagram 然后还有我们Line 所以这边其实还是要提醒 网路购物的一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卫生局进一步分析 违规食品广告已宣称提升免疫力类占第一位 而违规化妆品广告则已宣称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类占第一位 今年上半年还是以免疫力提升为主 这个跟前两次公布其实差不多 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二名皮肤美容类 那个前几次都已经落到后面了 那可能是口罩洁净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 皮肤美容类的违规广告又出现了 那第三名跟上次去年121年一样 是瘦身美容的部分 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 其实常见的一个违规广告 持续前三名 最常见的就是促进细胞活动 还有胶原蛋白增生 那其次为消炎消肿 或者是除皱除蚊等等 所以其实在这些广告的用词上 衛福部都有发布相关的认定基准 让我们的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 去判断哪一些可以说 哪一些不能说 卫生局呼吁 凡是广告内容太神奇 太吸引人都需要提高警觉 民众可以参考包装或标识上相关资讯 或请教医师营养师等相关专业人员建议 切勿听信夸大不时或宣称具有疗效的广告 以免破财伤身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市7年免费电动机车专案 市府已经公告光阳和中华汽车 所提供的三款电动机车为主 市长谢国梁说预计在9月底前受理申请 其中低收入户和符合资格的青年优先申请 最快10月底就会发出第一批的电动机车 就是我们希望9月底前接受大家的申请 会从中低收入的青年朋友到一般的青年朋友 然后我们希望10月底前能够交出第一批的车子 那未来也是希望每个月都能够来固定的交车 那我们先把这个12000台能够把它陆续的每个月 用稳定的数量把它交车交出去 记者会上有关青年免费电动机车政策进度 市长谢国梁表示希望9月底前受理民众申请 10月底前就能发出第一批电动机车 在9月会跟两家经过来表达意愿 并且评选完成的企业来这个共同设立展示的一个环境 我们希望在人潮众多的地点来接受大家的申请 那现在也透过民政系统再接受大家的申请 预计我们希望在9月下旬就可以接受大家的申请 申请上会从中低收入户的这些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 开始做第一阶段 然后就会陆续扩散到其他的符合这个部分的申请 基隆市政府8月底公告光阳及中华汽车 所提供的三款电动机车为主 谢国梁表示未来会选择人潮较多的地方举办说明会 感谢议会的支持 最佳预算有通过了一万两千台的这个电动机车 所以预算是足够的 那我们现在也都定期跟这些企业在讨论 有关于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电动机车还是需要有固定的电源 这个电源来自于一般的充电站 以及一般的换电柜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积极的协调厂商在兴建当中 依照市府公告业者一机型订出不同月费 从每个月599元到1099元不等 市长谢国梁强调市府和业者会积极建置充电站和换电柜等 让民众有足够的电源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府将在10月14、15号举办2023金融与国际机调赛 9月6号开放报名 让不少钓客们为之振奋 高光俯瞰碧海蓝天 层层浪花打在椒岩上 还仅美不胜收 金融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更因他们欣喜若狂的是 2023年金融与国际机调大赛即将登场 钓鱼然后就开始喜欢上我们的金融与 也因为钓鱼让这个机调比赛的 从第一我们的金融与的机调比赛 从第一届就请我当这个代言人 在钓鱼界相当有名的资深艺人沈文成 已经担任五届代言人 金融与国际机调大赛将在10月14号15号准时登场 各路好手齐聚互相切磋 不过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只开放84位登岛参赛 那今天的这个 金融与的国际机调赛 有很多的奖品很多的奖金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凸显 我们金融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那未来我们也会朝更多的观光娱乐 跟海洋的融合 来作为未来的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产业政策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基调赛希望让更多有名的选手 可以透过基隆的这场比赛来整露头角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探索到基隆的海洋之美 请来艺人沈文成和基调美少女和市长谢国良一起穿上救生衣 强调基调活动安全第一 这一次我希望说在大家风向盛举之外 大家亲临协力摆这一次的活动 跟以往一样的办得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轰动 然后失敏全世界 让我们金融与变成说全世界都钓客 钓游都会来这边朝圣的一个圣地 这是对我自己一个期许 基隆与国际基调大赛有超过20万元总奖金 和知名钓具品牌莫彩活动 市长谢国良希望透过基隆与基调大赛 让钓客们爱上基隆与 同时带动基隆成为基调运动的领头羊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基隆教育处长期推动热灵教育 特别规划由中山优质热灵学习中心 在中山国小山中好时光创意空间 办理海港山城的山珍海味小硬化首映会 带人看见长幼共学的魅力 早读 美食记忆 科技传承 中山优质热灵学习中心 播映长幼共学的活动历程与动画影片 让大家看见共创祖孙长幼历程的记录 这次我们的课程以在地美食赞头咖喱 石花洞 豆腐乳 结合小朋友经过首会的职偶做成听歌动画 小朋友完成动画的时候经过自己的录音跟配乐 把祖孙之间的声音情感融入在这个作品当中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共学机制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材料放到锅子里 再来加入面后开始到场 这盐很好吃有夠棒的 参与好酒还很大 一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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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棒 没有 只要八十二月了 第一次六月我真欢迎 真好赏 首映会现场贵宾云集 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刘美兰都亲自到场 感受人与人 人与在地的连结 我看了觉得很感动啊 因为基隆有十一万个人 都是在台北或新北上班 那小孩子其实都交给阿公阿嬷照顾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小朋友跟阿公阿嬷不知感情很好 同时间可以学到很多 包括他们把豆腐乳 把这个石花豆 包括澡这个面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寓教于乐 而且把亲情融进去更多的互动 很感激 从发酵中我们的祖孙的情感 也逐渐绵密起来 我看了这个影片很感动 然后我觉得跟阿公的感情变好了 教育部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 庆祝祖父母节 年年创新课程 连结传统与现代 鼓励祖孙互动与感谢 增进家庭世代的互动与情感 祖孙抱学在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军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